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之前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各种不同的水下挑战 这可是外国人最近比较着迷的项目 大家会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挑战 这一次外国小哥想要挑战水下玩游戏 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成功呢 想要完成这个条件 首先如何把笔记本安全地带到水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毕竟笔记本是不防水的 所以必须要用防水袋将它密封起来 再就是一个人待在水下的时间长了可能会缺氧 所以小哥专门找了一个箱子放在水上 接下来就要开始实验了 小哥带着笔记本电脑钻到箱子里 原以为这次实验可以很顺利 没想到鼠标却在这个时候拖后腿了 在这种特殊环境中 鼠标根本无法自由控制 在情绪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箱子里的氧气也会消失得特别快 所以小哥第一次并没有顺利完成挑战 最终以钻出水面大口呼吸收尾 小哥考虑再三之后决定进行第二次挑战 与第一次挑战有所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用管子注入氧气 这就可以保证箱子里面充分的氧气输入 完全不必担心因为缺氧被迫浮出水面了 不过这一次实验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而且还是鼠标的货 鼠标完全不能动 但在水下的时间虽然很长 但一直都是挂机状态 所以总体说来还是实验失败 只可惜了跟他一起玩游戏的队友 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边就已经挂机半天了 怪不得大家都说 你永远不知道队友是在什么情况下和你一起玩游戏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